信念搶擋賀歲電影 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 由吳康仁 艾依良 傅孟柏 九眼八八 領先主演 而單槓男主角的吳康仁 特別餵戲增費20公斤 知乎身體簡直懂不懂 就是拍攝 拍攝前很辛苦增費 拍攝當中很辛苦 拍攝維持 然後拍攝完之後 要更辛苦的去把 消掉那些肉 你是不是覺得增胖 還是後來減肥下來比較困難 都很困難 其實隨便吃就會胖 真的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短時間吃一些垃圾食物 或是一些高油脂的炸雞 麥當勞 然後就是一直叫外賣 一直叫外賣 就在家就是懶得不動 然後就是一直點外送 然後就送來我就吃 其實我吃到後來會有點暈眩 原來吃太飽 然後還想再吃 血糖高到會有一種 就是飄飄然的感覺 而金曲歌扣 艾依良成功跨界演出 定義女主角 他害羞表示 希望你們不要嫌棄才好 不會 很棒 很棒 謝謝 師弟認證 我就是一直在觀察 康仁哥的表情 因為他就是 私底下 你連 在鏡頭前 我私底下不敢指示你 對 太胖了 那時候太油了 不是 他太厲害了啦 而且他如果在那個劇情的 那個氛圍當中 我就不想去打斷他 對 然後我就偷偷在觀察他 眨眼睛的速度 那是因為我那段期間 常被導演唸 所以我緊張得要死 當然不只是演技陶教 翻過來歌唱功力 吳康仁也是獲得 金曲歌後的認證啦 我可以證實 其實康仁哥唱歌很好聽 對 我在殺青燕的時候 好真摯喔 真的 你們之後再 你唱的來首 不是唱《夢醒時分》 之類的 對 很經典的一首歌 很深情的唱 你們要聽嗎 我開玩笑了 一定會有機會的啦 艾依良除了胡康仁 有合作火花外 提到另一位男神父孟博 艾依良則是窺他 朝艾長冷笑話 在現場他也忍不住手一撥 好 你可以剪掉 那我講囉 很快 有一天我們在拍一場戲 我要跟郭晴晴走去買鹹酥雞 然後剛好有一台水泥車 擋住了我們劇組拍攝的鏡位 然後另外一個剛好是 側拍師在我旁邊 我就叫側拍師拍我說 你看那個水泥車為什麼在這裡 是因為導演他們覺得 我腦袋裝水泥 所以他們安排了一台水泥車在這邊 他是很開心 不過你 不錯耶 加入我們 你需要的點是誰